千呼万话,中国女孩参加亚运会的十四人名单出炉了,和预测的一样,中国女孩将一场阵出战亚运会。 郎平指导之前,已经说过,亚运会冠军也要拼,亚运会是中国女孩检验封闭及续效果,磨合核心阵容的机会,最终是卫视锦赛练兵,今年的种种之种就是市锦赛,亚运会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是好事,一旦暴露问题,亚运会后可以继续改进。 十四人名单其实也能猜到,这些球员基本就是中国女孩,在各个位置最优秀的球员,但名单出炉后还是有疑问,或者说有争议,争议的焦点关于一位球员,那就是接近类似的杨邦旭。 杨邦旭在之前的试联赛总体表现一般,至于他的声音一直很多,认为他没有资格入选中国女排,但郎平依然顶住压力带上了杨邦旭。 接应位置就是曾春内,龚翔旭和杨邦旭这三人,按照设联赛总决赛的排兵布阵,这两人应该是常规轮换主力,而杨邦旭很可能会在两点换三点时出现,郎平的这一排兵实际上是打破常规的。 正常来说,各队在接应位置一般都只带两名球员,接应多带一名球员,就要牺牲其他位置的球员,是连赛是牺牲了主攻位置的断棒。 这次亚运会,复攻位置减少一人,高一遗憾落选。 不少球迷表示,郎平为什么还带上杨邦旭,其实,有一个关键点被忽视了,那就是接应位置的伤病问题。 曾春类一直有伤,考虑到年龄偏大,存散,突然打不了的可能性。 郭祥宇在之前的事连赛也受过伤,杨邦旭刚刚从重伤中恢复。 换句话说,接应位置有伤缺风险,带三元是防止出现这种被动情况。 其次,曾春类年龄偏大了,就算可以盯战东京奥运会,未来肯定还要交接吧。 龚祥宇肯定是核心。 除此之外,涌现出真正比杨发絮更强的接应了吗? 杨发絮身上还是有闪光点,要不然郎平也不可能一直给他机会。 另外,考虑到之前的重伤,郎平当然也会给他恢复的时间。 这些其实都是郎平的良苦用心,难道他能不知道了杨发絮状态不好,打得一斑吗? 所以,该理解郎平的良苦用心。 当然,郎平和中国女排,也不可能一直给杨帮旭机会。 杨帮旭自身该好好把握,瑞士精英赛,年轻的武汉出现在名单中,而且被放在了建议位置。 或许就是郎平提前准备的信号,该给郎平和中国女孩更多的耐心和信心。